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之前都分享過不少成中名人去過世 今早就聽到老布殊過世的消息 同一時間有身邊的朋友或親人有病痛 再加上昨天分享一戰二戰的家庭故事 我也覺得老套地說是珍惜眼前人 之前也分享過有時候最親身的親人 反而很疏離 正如林夕很久之前寫給葉德閒的歌《赤子》 遠遠近近城市高高低低間 親人一世能有幾個血脈跳得那樣近 但相對如同陌生 為何卻有這麼親呢 這些歌詞寫得很有共鳴 尤其是在這個都市裏面 如何實際地珍惜眼前人呢 有分享過就是 有分享過就是 你可能相對無言的時候 可以分享一下天氣 食物 各方面 但同一時間你可能未必是一個這麼善譚的人 或者是太過癡痴痴痴痴痴的人 對於一些不太多說話的人 你可以每天遇到的事情 想一件特別的事情 來表達出來給你一個你感到舒適的人 聽一下 不用多的 一分鐘 甚至乎幾句說話交代一下 譬如我今天看到同事 他很黑咬爭痴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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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 聽你說那個人 就 用回一種教訓的口吻 就是你不要這樣判定人 其實你應該怎麼做 不就很無忍的 所以 為何要找一個 舒適的人 你可以訓練到你的表達 講一件事 各方面會慢慢來講 變成你就不怕去分享 同一時間如果你太過嘴嘴嘴的時候 好像我那些 嘗試講短一點 我以前的影片 四五十分鐘 現在縮到十分鐘以來 或者最多十五分鐘 我就嘗試收口 這個錄片的過程 都改善了很多 令我自己 怎麼說得正簡 同一時間我之前看了一本書 我覺得對於人與人之間相處 是很好的 它叫做Five Language of Love 他就說人有其實似乎 就算大家都說廣東話 或者說英文 其實大家溝通的方式是很不同的 接收的那些什麼為止是舒服 什麼為止不舒服都不同 大體上可以略分了 人有五種不同溝通的方法 第一種就是說話 當然 尤其是說一些提供的說話 體貼的說話 甚至乎 中國人就少一點 他愛你 那些說話 第二種就是花時間 尤其是對父母 他離巢之後 那些子女 其實要求對子女 就不是太多 通常就是 你多一點時間回去吃飯 陪他 或者偶爾一年 有一次旅行 或者兩年有一次旅行 其實他們就好心免足 這個就是花時間 第三種就是送禮物 這個可能就是對於某一些的朋友 或者是鬼佬就是流行的 就是這個聖誕節的時候 就來互相送禮物 然後就是有一個身體的接觸 這個當然可以去到性愛那樣東西 但同一時間 有時候 譬如朋友 他有一個傷感的時候 你可以問我 可不可以讓他欺負他 都是一種的鼓勵 或者譬如 在面試的時候 你說握手 或者有力的程度 那些 都是一些身體語言 讓人能夠感受到 最後一樣 就是 有些人 我覺得很欣賞他做到 但未必有人會感受 這個就是 Service 你不是說話 亦不是花時間 總之 你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他幫你做了 例如家裡的家務 有一些家庭裡總有一份子 會做了家務 他就覺得 這個是Serve 或者是他表達對身邊家人的愛護 網上 你如果打5language of love 你就可以去檢查一下 究竟你是比較喜歡哪一種的溝通方法 這個就是你覺得會瘦落的 你對自己有多少深刻的認識 如果你買到一本書的時候 也會多說一些給你聽 究竟這幾種不同的language的時候 你如何能夠發展 你如何能夠發展 有時候 你也可以 認識其他人 究竟他的language of love 是怎樣 有些人 譬如 你跟他接觸 說多少 就算KM Courage 都會覺得你是廢話 反而你做了些事情 或者送禮物 他就覺得 感受到你的愛護 當他人與人相處的時候 有些人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是家務 沒有人能夠感受到 如果你能夠說句話 而他又能夠接受到說話 這種感受的話 其實這個認識會很大 當然這些的language of love 也會有一個反效果 第一個反效果就是 如果你把這件事 變成了一種 過份指責其他人的時候 就未必大家會 建立到關係 反而會傷害 為何你不敢對我 人家都是這樣寫 當然這個如果成為了 一個worm of improvement 互相鼓勵 這樣就相得抑張 第二個就是 有些人太熟悉這種技巧 變成他可能 被人覺得 或者他自己本身 不是真心對你 但有了這種 skillful的方法之後 便能夠如魚得水 我們設計 這樣來評判別人 覺得他做得這麼好 是假的 但同一時間 自己避免 不要純粹靠技巧 而實際上很假 這些都是我自己在 當年婚前輔導之前 教會的導師 提供我們來看 婚前輔導其實也有幫助 你認識自己 同一時間認識原生的家庭 不是純粹是男女之間的上廚 雖然教會給你的感覺 有時候是老土的 對於男女結婚 他純粹只是說 婚前不要成行為 不要搞婚愛情 要愛他 你自己改變好了 不要要求別人改變 這個不對 肯定 大家當然最好就是 互相改變 要求他不改變 如果你可以假設 全世界都沒有人改變 那為什麼會期待你自己可以改變 無論如何 就算你信和未信 都好 想一些溝通技巧的課程 又或者是 如果你快要結婚 或者補回婚前輔導 對於你的關係建立 尤其是夫婦之間的建立 又或者是 同家人之間的建立 子女之間的建立 我相信都會有所改變 我自己也會在這些情況之下 獲益良多 甚至乎我自己說太多 或者我太太說得很少 都是他們推薦我們怎樣去 我怎樣去停 她怎樣去多說 例如一件 specific 一日發生的事情 Anyway 希望幫到我們大家 能夠真正實踐到真正眼前人 多謝大家的收聽